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就想分享我在布吉住的酒店 是我人生佈國性價比最高的一間 三萬,連早餐,兩個人加了所有的稅 是一千元有罩 是不是很划算? 而且你看到的泳池景是我的房間露台的外面 是三百多元一晚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看這個房間露台 我們現在立即開始吧 想介紹一個小小的觀眾有位 這次我帶過去的行李箱 其中一個就是Milesto的22寸手提行李箱 它有一個按鈕可以固定輪圈 令它不會輪圈來輪圈去 如果你想順暢,拍它就可以了 它一樣有安全鎖 大家不用擔心 而且拉鍊也很順滑 然後它的容量是可以足夠我今次三日兩夜 去佈吉所有要用的東西 都可以放進去的 衣服、鞋子、化妝品、護膚品等等 都已經全部放進去 今次我是帶了兩個行李箱 這個是其中一個 是不是很漂亮啊? 這個顏色 它是一個手持的尺寸 因為我自己是知道要買很多東西 已經有很多目標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行李箱 放在我本身的26寸行李箱 這個是22寸的裡面 接著現在就可以大派用場了 一個大行李箱、一個小行李箱 就可以安裝我所有的東西了 資料我會放在info box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 現在用我的Promotion Code 在網站購買Milesto行李箱 就可以馬上送到我手上 這個Milesto Utility雙USB旅行轉插 今次的旅程我全程都可以用它 可以同時間充兩個器材 完全速度沒有問題 電話、相機電、GoPro 它是有所有國家的插頭 非常方便 一個是去旅行李帶著它就沒有問題 而另外這個就是Milesto Utility 輕巧斜揹袋 相機也是揹著它 因為你看到我帶著很多東西 如果要拿護照、錢、電話 它都可以安裝 就不用找來找去很方便 而且它真的很輕 回到酒店這部分 今次我們住在這裡 叫做The Palmary Resort 它就位於卡塔區 距離機場大約1小時車程 距離市區半小時左右 它中間就會是Lobby 我們check in check out door 在這裡 左邊是有地方可以坐下 然後去到右邊 就會是餐廳、吃早餐、Buffet的地方 其實它有點像Villa 自己一個門口 再加上自己的花園 但泳池不是自己 就要分享 然後我們是居住在最尾 是比較高層的 帶大家去看看元老 是有其他不同的房型 他們可以看到房間和泳池 例如旁邊有些草叢 隱約會看到裡面的泳池 還有會有些房間 再走前變多一個階段 房間又會更公開的 右邊這裡 你會看到就是這樣一間一間 然後左邊這裡有一半的草叢 然後你就會看到其他人的房間 玻璃裡面 一打開那個簾 其實就是他們的房間 因為我好像下午回來的時候 看到有人在曬太陽是看到的 然後右邊這裡更加無遮無掩 對了,現在沒有人的 現在就可以在這裡曬太陽 大約四、五間房間就會分享一個這樣的泳池 然後我們再向前走 就會到我們吃早餐的地方 就是這個餐廳 雖然它沒有冷氣 但是早上也不會太熱 繼續參觀酒店 是有健身房的 它是一個獨立的 裡面圓形 雖然不是有很多器材 但是我想大家如果想做運動的話 都夠的了 它有些啞鈴 咦,開到的 然後有跑步機 有單車機、腳踏機 除了有連接著泳池的房間 這裡也有露台 然後看著一個公眾的泳池 對了,不經意的金山又出現了 然後這裡的泳池是0.6米 不算很大 但是如果大家想曬太陽 然後浸水的話 都應該是夠的 我訂的這種房間已經算是比較貴 它會有一個通道 然後兩邊都是獨立房 然後我的房號是5105 會有一個自己的閘 這個也要插卡 然後你就打開進去 會看到一個很長的走廊 然後這一邊 它是可以進入到房間 但是我們沒有用過這個門口 它算是後門 穿過走廊之後 就是我們的私人露台 剛才拍開啟就是這個位置 會有兩張沙灘椅 還有一個茶几 泳池不是FILLA 它大約是10-8間房間 還有一個分享的 泳褲和泳池很合適 碰不碰到地上的 碰到地上的 但是我不知道房間有沒有分別 我們看到這間房間有客人 還有我猜這間房間也有 因為有一個潛水鏡 但是我們很少看到其他客人的 大部分時間 我們都是自己在用這個泳池 一說就有了 我們轉過來這邊 它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坐一下 我們就放了一些水泡 其他油原水的用品 都在這裡浪乾它 還有進屋之前 都會有一個石收盆 去完沙灘 我們會把泳衣在這裡洗 在這裡浪 還有一個圓關的位置 然後這扇門就會進入我們房間 都是要插卡的 才能進去 所以安全問題 其實比起我來之前是安心了 一進去的話 右邊就會是廁所 因為我現在趕著要查出 所以有點急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會有個廁所 有個旗桿的位置 還有它也一樣有浴缸 然後浴缸後面的簾 它應該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就可以看著房間去浸浴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有這樣的必要 如果你說看著泳池 又不行 因為外面是有其他房間 但是看著床 又很奇怪 所以我們浸浴的時候 都是按著一個簾 但是它是那種一路卷卷的那種的簾 然後這個洗手台 它會有一個杯給我們 但是牙刷是自備的 然後還有一些洗手液 浴帽和棉花棒 然後這裡站乾 那種地板是凹凹凹凹凹凹的 所以我覺得它的乾淨程度 如果你是潔癡的朋友 可能要留意 它的花灑是比較高的 我自己要拿的話,是要提高才可以拿到的 它也有 Rain Shower 也有很基本的洗澡液和洗頭水供應 但我也是用回自己的 這個洗手間,我覺得它的衛生程度不算是超級超級高 但如果基本去用的話,它也是足夠的 我覺得有未去到很髒,但不是平時我們住Mario 或者是Low Hotel那種的標準 我們的浴缸也有自己用滴露去洗一洗才浸浴 好了,我們快速來到這裡 房一進去,你會看到有個茶几 旁邊有個位置可以放行李箱 茶几上面會有個熱水壺和正常Mini Bar會有的東西 也會包了每一天兩瓶水 然後冰箱裡面所有的東西是要付錢的 我們都沒有用到 然後來到旁邊 它就會有個衣櫃 裡面有玉袍,然後有兩把傘 我問了是可以帶出去用的 然後有兩雙膠拖鞋,但我和金先生不敢穿 我們都是穿自己的拖鞋 所以來這裡是要自備拖鞋的 還有一個夾腕 然後轉過來就是我們的房間 哇,金先生你睡到這樣的 Hello 這張是雙人床,它有蚊帳的 但是這幾天我們都發現 可能有少少的蚊子 或者是蚊子在那邊飛 但是就沒有蚊子去咬我們 因為始終外面有泳池 也是有機會會有少少昆蟲 然後再看過來這邊很簡單 房間會有個櫃 裡面什麼都沒有 我查過所有的這些櫃桶 都是沒有東西的 下面是我買回來的那些袋 行李箱放不下 然後這裡就用來給我做化妝桌 不過有個地方就是它沒有椅子 所以我是要站在這裡化妝 我還想說這裡酒店點東西是很划算的 幾十塊就有交易的 而且這裡的一個風筒也挺弱的 我有少少後悔沒有帶Dyson過來 然後這裡就會有電視機 然後有兩條毛巾 酒店很好啊 我們是帶著這兩條毛巾去沙灘 它們都OK的 下面那些櫃都是沒有東西的 然後再來這邊就會有個工作桌子的了 雖然這間房間就不算有很多很多的設施 你這樣真的搞不定啊 然後之後呢 但是我覺得三百多元一晚 再加上早餐呢 真的完全沒有投訴的 這裡的早餐不可以說非常豐富 但是以性格比來說已經是超滿意的了 它會有果汁、橙汁、菠蘿汁、水和奶 旁邊就會有很多水果盆 然後有不同味的優惠 有原味和有士多啤梨味 旁邊也會有些Cereal 還有兩部咖啡機 然後左邊就會有水果 一些沙律 它也會有不同的沙律汁 一些調味料的 再轉過來呢 昨天是番茄湯 今天轉了做南瓜湯 原來它會轉款的 然後就會是一些麵包 有漢多士的雞 有多士和麻油Cross 這裡會有牛油和不同的果醬 然後我們來到金山這裡 這裡就是做雞蛋的區域 它除了雞蛋還會有窩夫 可以選擇煞蛋、炒蛋、太陽蛋、 鵬裏或者是有Poach Egg 還有也會有Bacon 然後右邊這裡就是熟食區 今天有菠蘿炒飯 這個很棒 然後旁邊是... 哇!炒雞啊! 今天比昨天好吃 昨天不是這些 昨天不是這些 昨天是Rio Patai 然後有咖喱雞 然後有炒麵 哇!完全不一樣了 有炒菜和薯仔 總之拍給大家看看昨天是什麼 我明天再拍 然後就會有火腿和一個小腸 再來看看坐的位置 採光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空間感也夠 昨天和今天我們都不太多人 昨天我們是坐外面的 這裡是極了 是出汗的 所以今天我就吩咐了金山 我們就坐這裡 由早上九點鐘開始 酒店就會有出土每兩個小時去沙灘的了 我們現在出發了 我發現呢 這兩天我們都是包車的 都只有我們 今天是卡塔 啊!謝謝! 它就類似一個大的 Toto 車程是5-6分鐘左右就到了 真棒啊! 我們包了車了 是啊! 因為昨天我想去屈臣市 我就跟他說 我想去卡塔的屈臣市行不行啊 然後他真的載我去屈臣市門口 騙到我們轉車了 超開心的 好像包車一樣 但是當然 屈臣市是在沙灘附近的 可以看看酒店附近的環境 是比較上樸素的 不過呢 都會有不同的餐廳 一些按摩的店 所以也不是說完全荒謬的 但是就不會說是一個很城市的地方 好啦!今天就和大家介紹了這幾天我們住的布吉酒店 有什麼感受啊? 很划算 是啊!這裡真的很划算 它又近沙灘啦 雖然不是說隔離 但是走出去都是10分鐘 還有酒店是有出土啦 加上這個價錢是飽早餐 是寶貝 每一天是不同款 我很想住多幾天看看它可以有多少款 還有全部的staff都是很nice 他們是很幫忙 雖然英文不是說非常好 但是呢 他們會翻譯啦 然後之後很努力去幫我們解答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也覺得是很滿意的 走過為前呢 是啊!你喜歡的話 外面跳下水啦 然後回來又休息一下 我們去完沙灘回來又可以休息一下 才再開始我們每一天的行程 是很好的事啦 所以呢 這次我是非常之意外 我訂了一間很好的酒店 因為一開始我已經想好了兩個方向的啦 一是性格比超高 另一邊呢就是中伏 如果這裡搞不定啊 或者有什麼奇怪怪的東西呢 那就第二晚走的啦 就訂回一些很穩固的Long Hotel 或者是其他酒店呢 那如果這裡住一晚 都只不過是虧了一個的1000元也不用呢 那走也不會很心痛啊 所以就不如 如果下次我們來補吉呢 我都很願意再住在這裡 住很久的兩個星期啊 一個月呢 都會覺得很划算啦 那還有呢 就是這裡有很多外國人 對啦 那就是很舒服的一個風格 大家都是會說早晨啊 然後之後他們又不會說很吵啊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 這裡可能會比較舊啊 它不是一個很新的酒店啦 你會看到很多歲月的痕跡啊 例如桌上有些跡啊 或者是一些地板不會說很乾淨 有些地毯那種啦 我們這麼多天呢 都是要穿著鞋子走進來的 那就要看大家介意不介意啦 如果你是很想要一些很高級的酒店呢 這裡給不到你 但是這個價錢有這個質素呢 絕對是收貨的 同意啊 哈哈哈 你們還有沒有東西補充啊 都沒有啦 不過泰國人真的很不錯的 對呀 他們又很有禮貌 又很羨慕 我們是有一個非常愉快的旅程的 好啦 那我們真的要走了 不然呢 飛機就趕不及上了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條的room tour 和酒店的介紹啦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給個like和subscribe的channel 每個禮拜找到兩條影片的 同星期六的下週三點 同星期日的十二點 對啦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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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